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手发手教您制作VR眼镜的课程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内容比较有意思 操作性也很强 我们还是从PPT开始说起 我们今天这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是组装眼镜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这个材料的获取 我们这次课程用的这个材料是淘宝版的买的 这个买的版本跟我们这个打印图纸 自己切割的版本是一样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自己切割的话 也并没有什么跟我们不同的地方 那么本节课的这个难点 就是这个眼镜的这个组装了 然后重点呢 就是要区分一下这个图图镜的这个正反面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我们组装之前呢 先要检查一下这个眼镜的组装材料是否齐全 我们这个不管是自己准备 还是网上买的现成的 都要复查一下这个 首先呢 是纸壳要有三个 自己组装的同学可能是这个镜片夹那里 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估计也不会差多少 是三个 其中一个是镜片夹 那镜片夹的话 它是三个纸壳中间折叠到一块了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用三层 只可把这个镜片固定住 然后是一个隔板 这个隔板主要是起到划分手机左右屏幕的这个作用 让眼睛看不到 左眼看不到右屏幕 右眼看不到左屏幕 然后还有这个眼镜体 然后还有这个眼镜体就是这个外壳 我们能用手接触到的这个部分 就叫眼镜体 那个隔板和镜片夹我们是接触不到的 就我们在举着看的时候是接触不到的 那么镜片就是两个这个不说了 然后还有一个皮筋是用来固定这个盒子的 磁铁是两个 这个磁铁的作用呢挺有意思 这个我们手机上都有这个指南针吧 指南针就是这个磁力剂啊 磁场传感器 那么这两个磁铁呢 安装完了之后 其中一个磁铁的位置是固定的 另外一个是活动的 你拨动这个磁铁之后呢 手机会感应到这个磁场的变化 这就相当于是给这个VR眼镜增加了一组这个 磁传感器的这个输入 配合相应的APP之后 就可以控制这个APP 实现这个不同的这个效果 好 我们还有这个魔术贴是三对 也就是六个 这个魔术贴主要是用来 帮助我们固定这个纸壳了 包括我们这个拆卸手机的部分 还有这个下个说这个弹性头戴 弹性头戴也是要跟这个魔术贴配合使用的 那么我们买这个豪华版呢 它会带一个减压海绵 当然如果是用这个A4纸打印自己切割的同学 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不过也不要紧 这个并不是很影响使用 就是你躺在床上朝天看的时候 躺在床上用这个VR眼镜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那么个一点 因为这个重症主要处于你的手机 这个纸壳的话它没有多重 手机越大这个越重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泡沫的手机垫 这个主要是放在这个 眼镜壳的这个前方越来压着手机 它是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我们这个泡沫手机垫并不是很厚 所以这个弹性也不是很大 这个起到压力的这个作用呢 也不是特别明显 这就是我们淘宝版的豪华版的 这个眼镜组装材料的一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精品夹 这个是眼镜的这个壳体 然后这个是那个手机的泡沫垫 就是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泡沫手机垫 然后那个中间的这个隔板在这里 然后魔术贴也在这里 晶片也在这里 好 这个是弹性的头戴 这个是我们那个减压的海绵 好 一共就这么些东西 皮肌也在这个里面绑着 好 那么我们开始组装的步骤 第一步是把纸壳上所有的这个洞都扣出来 这个所有的洞扣出来是什么意思的 就像这里 这个部分是可以扣掉的 我们把它扣掉 这个小方块也可以扣掉 这是我们安装要用的这个固定孔 所以这些通常都扣掉 然后第二步是安装镜片 镜片的话就装在这个镜片夹上 然后第三步是装这个磁铁1 第四步 这个磁铁1是在这个镜体上的 就是眼镜壳上的 第四步是安装这个眼镜壳和镜片夹 把它们两个组装到一块 然后安装磁铁2 那么第六步是安装这个魔术贴 然后安装减压海绵 最后安装头戴 然后装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可用了 我们把手机放进去 用相片镜固定 整个安装过程呢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安装过程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现在这个画面出现在我面前的 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电脑 那么我们第一步是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 呃该扣的洞都扣出来 我们扣完了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洞 已经扣掉了 看不太清楚 开个灯 OK好一些了 那么这里一些洞方块 等等这些 就前面的冲冲的扣掉 扣完的效果就是这样 好 然后我们来装这个 眼镜 这个是眼镜夹 好 先把这个壳体拿到一边去 眼镜夹 那么它是 我们看到它是三层 三个壳 然后这样把它叠到一块去 那么我们装眼镜的时候呢 把这个镜片拿过来 这样放在上面 好 然后 呃为了安装的固定一些 把它挤进去 好 稍微的按一下 然后我们再装第二个 好 稍微的挤一下 固定一下 如果实在按不进去的话 比如说这个圆不合适的话 那也就算了 不必太强求 因为我们最后还要压上一层 这样它就固定住了 那么这个装完之后 放到一边 我们按照这个刚才说的步骤 装完镜片之后 装磁铁一 这个磁铁一在这里 是一个 呃小磁铁 那么长成这个样子 啊 两个磁铁放一块 我们把它掰开 现在就装一个 装一个的话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这个主壳体拿过来 主壳体的这一端 呃 看到没 这有一个胶带这里 我们把这个 上面就已经贴好了 这是买了就贴好了 把它 揭开 好 这个就启用了这个 双面胶了 然后把这一面压过来 压过来之后 这边就粘上了 OK 粘上了固定之后 我们把这个磁铁 这有个小孔 看到没 我们把这个磁铁 放到这个小孔里面 刚好有个不干胶 把它粘住 双面胶把它粘住 OK 这个磁铁就装完了 现在倒空也不会掉 放一下 那么这部分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要组装这个眼镜壳和镜片夹了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么长一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怎么安装呢 稍微往高一点 好嘞 那么折过来这样 大家看折过来之后 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眼镜壳体 然后这边再合上 那么这是个眼镜壳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眼镜壳体呢 中间是没有这个 中间是没有这个 晶片夹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晶片夹装上去 晶片夹我们刚才放在这里 小心翼翼的拿起来 拿起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正面 这边是正面 然后我们把它 这个有个护口 这个护口对应这个 这里对应这个鼻子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好先把这里打开 然后晶片夹现在有两个洞 看到没 把这两个晶片夹刚好戳在这两个洞里 戳进去之后 固定好 然后这边 放上来 上面压住 刚好是吻合的 那么这边也是 放进去 放进去 好这个时候要把它提起来一下 不然底下的那个卡层卡不进去 OK 那现在就已经 装上了 然后把这一侧 这个 这里还有一个双面胶 把它也打开 就启用我们这个双面胶 好 这一个壳子没有抠掉 把它抠掉 这一侧的说面胶 是用来把整个壳体固定的 好 好 然后 把它翻上来 按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固定了 固定完了之后 我们看这边眼镜 已经有了 那么这边的隔板还没有 我们把隔板也上上 隔板上的时候呢 看一下 是这样上 这一侧是朝下 然后上方是 底在这个鼻孔这里 那么我们从这 这样倒着上好上 然后装上去 OK 刚好卡住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隔板装完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眼镜壳体就算组装 完成了 我们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椭圆形的 这个是放磁铁的 我们看这个磁铁直接放在来就吸过来了 OK 吸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轻轻的拨动它一下 看 拨动完之后一松手 它自己就弹回来 好 这个就是那个磁场传感器感应到的这个磁场的变化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 好